很快就回到第二節的電影誘導 我們這次就講的叫星紅浩劫 我真的講的星紅浩劫 而且也很合格 第四十二屆這個 那麼綠綠綠的 這個香港很綠 但一跳下去我們專門就講了 這個就講紅了 這個星期真的紅得很厲害 比如這個星紅浩劫 還有那個什麼紅掌行動 還有那個紅海 什麼紅掌行動 又講了紅掌特工 紅海行動 真的講了 除了星紅浩劫 其實也是很紅的 還有沒有紅呢 原來是我覺得也有的 因為這個星期都是很紅的一個時刻 所以說回我們這個主題 星紅浩劫 交給你們調查一下 先我們就講一下 你們看那個 初初一看完之後 這一部就是純粹一部電影 而且這部是一個蘇聯電影 Sorry 不是蘇聯電影 要改了 俄羅斯電影 俄羅斯電影 裡面就講的是俄羅斯話 你們看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看過俄羅斯電影 還有覺得這部電影是怎麼樣的呢 我們先給Janiel 你說一下吧 因為俄羅斯文 的而且他有時候看的時候 他要看節目後的東西 是有點累的 是 怕他會看到一些東西 是不是真的那個 看節目是一個 不是那麼接受 如果你真的不用的 可能純粹我聽到 英文、中文 因為二入戲很多 是不是都是這樣 因為你只要看畫面 你只要看整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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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現在好像 又要給一些精神去看下面 是 在這些情況之下 那時候你看到這個星空浩劫 這部是《改編之人真事》 1985年的一個事件 這部這個事件 他現在拍出來的時候 大家才提起 是 有很多人都記得 這件事 當年都挺空洞的 我們都是在新聞裡面了解 他都是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他就拍了電影 而且這個電影你會發覺 他不是就 好像我們一會兒都會有些介紹 對比的 那個叫做什麼 哪套 《邊力銀陽》 《人力銀陽》 或者《十三部太陽神》 或者拍了洋陽神態 《洋陽神》 這樣就是 裡面有些相近 但是就不同 就是你會看到這個是俄羅斯版本 因為俄羅斯版本 他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看了 就是《環藝倫戲》 都覺得他有一種很大的特色 但是真的可能的確跟《環藝倫戲》一樣 我們未必那麼熟悉看俄羅斯的戲 或者處理的風格的時候 你單純用一個叫做普通觀眾 或者你的那個角度 你覺得這個戲 他評價 你看了整個戲的時候 你覺得他有一些 是不是很突出的戲 我都覺得他很好看 因為中間有一些緊張的位置 他都拍得到 很多人都會投入到 是讓他緊張的 但是你說 很多人都會把這部電影 和美國拍開的太空電影 是的 引力邊緣 我覺得有最大的分別 就是俄羅斯電影裡面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 沒有那麼熱烈 沒有那麼激烈的反應 沒有那麼大的 是的 但是你看美國那些 無論是發生事件 或者是很囂張 或者是成功了之後 他們的反應也很大的 但是這裏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時候 屬於共產政權時期的時候 他們那些人的反應是很小 整套片最大的反應的那個人 就是拿著一張椅子放開 是的 是的 所以你看整個拍攝的氣氛 跟我們一般看的娛樂片是不同的 是的 也有一點點壓抑感 內斂的那些 好 那麼Panda你又怎麼看呢 這套是我想第一套的俄羅斯片 是不是呢 我印象中我忘記了 但是如果你說太空這些電影呢 我就真的覺得美國那些電影 不夠80年代 尤其是剛才說的那些髮型 那些髮型是太過貼頭 不是那麼鬆的 因為80年代其實男女都很鬆的 那些髮型那些 就是那個船長 這個 這個 這個真是形容又英俊 這個就是工程師 這個就是舊的船長 舊的太空語航員的負責人 他好像是國寶級演員 是的 演技是很出眾的畫 很明顯又大隻 是的 他喜歡這種Style 還是喜歡這種 當然 女人也是這種 還有他們那套衣服 飄了出太空的衣服 很有趣 很原始的太空裝 一個個包包 像漿漿漿的 夾了臉 很有趣 那你也不是用入戲的方式來看 跳出來這樣說 大家都聽到你的意思 很難發音職業病 是 你覺得這部電影 就是你不能進入戲 那班長又如何 我會給接近90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知道他用多少預算來拍 你會覺得很厲害 他差不多 計上來差不多為成五百萬 五百萬 五百萬 五百萬人民幣 五百萬人民幣 那麼便宜了 是很便宜的 其實他 所以他以這樣的成本 可以拍到 差不多接近荷里活的水準 相當之厲害 還有他裡面那些 我覺得他裡面那些 就算他做無寵 那些 其實都不覺得是 是 是 覺得收貨 我覺得他 Kananda 看他的衣服的 香妝 反而看他的女士 和日常穿的衣服 很有 即是蘇聯的 帽子和黃帽子 對,很棒 還有人的處事手法跟荷里活那些有些不同 很有蘇聯的感覺 我自己這部不是第一套 因為我之前有看《一遊神》 那個已經是新派的俄羅式電影 那時候他用一些字來講故事 所以俄羅斯的電影是很好 你講的這個好像香港也做了 這部是食種 這部是食種 東京食種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電影一向都可以 但香港比較少引入 其實有些可惜 其實應該多些會更好 可能講過用主流片的形式 《星空浩劫》也是一個叫《近期入》 都不是的 《最佳外語片》也有幾部入 好像有一個說 例如說西伯利亞的那部電影 地產 拿地產的那部 那部好像是俄羅斯電影的東西 其實是少的 不過俄羅斯電影很多都變了經典 做經典戲 我們那時候也被國際電影節 有時候有些特別的選影活動 尤其是有一個很有名的電影大師 叫《奇斯諾夫斯基》 有沒有看過的 《完全的自我修為》 不是 《奇斯諾夫斯基》最有名的 就是有一部叫《潛行者》 也有一個叫《淮鄉》 《珍藝》的電影 因為它流亡在歐洲 對於意大利的地方 再拍的電影 這個很有名的俄羅斯電影 而且美術的風格 視角的效果也影響到很多西方的電影 因為它用的整個處理和質感是很強烈的 還有一些科幻的故事都是很得的 但是Vills你又怎麼看? 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發覺腦子要掙扎 因為我們實在比荷里活電影 已經看得太多的時候 因為你一看它裡面 它一定會提到當時美國、美方那邊 那你就要想起 我們習慣了一向看美國去講蘇聯的時候 你就要把角色調轉去想 因為一向看就是美國是中的 蘇聯就好像是間國那樣的 現在它這裏裡面 你會感覺到 因為它的競爭是美國 反過來美國就好像變成敵人的味道 我有一些都不習慣的 好像不是很投入的 但是看到中段就OK 因為你看到那一種已經不是說國際問題 是人的求生的問題 那裡我就開始不太受影響 甚至乎開始覺得 好東西他們都做到很多 俄羅斯 剛才說蘇聯 當年的太空科技 真的不是流的 是在六十年代開始 就是這個太空科技競爭的時候 其實是俄羅斯的 韓天他們的整個科技 是去得很快 是 拿第一的時候 都是他們拿到的 領先很多 是的 例如 譬如 有些什麼 領先人 第一個人做衛星 就是他們發射出去的 另外 第一次 就有這個 飛到太空 載人上去 是 還有有女性 太空人 都是他 都是蘇聯的 當時的 美國後來就用登月去追 是 他們才說 我不跟你鬥登月了 不如我鬥起一些太空站 可以長期鬥 這個就是蘇聯的成就 是 最早的太空站 好像是蘇聯 對 就是這個 為什麼我之前說 這個叫做禮炮七號 我好像沒有印象 原來在我們大概八十年代 華人社會翻譯這個名字 原來叫做敬禮號 即是敬禮一號、二號 到七號 其實是有這些新聞出過 但那種是很 好像電影裏面說的 美國西方那種報導方式 跟蘇聯那種 其實你會發現 在戲裏面說也是 是很隱瞞的 對國民來說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那時候還是英國殖民地 香港 所以他報導的角度 是很不一樣的 用了英美那邊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那當年其實有賴過這件事 那個新聞也記得是 是啊 他到差不多這個 建禮七號的那個時期 我們就都 向香港都很貼地說 因為到了八十年代 都知道這件事件 就是有時候 我都在這部電影做的時候 有些導演說 年輕人的時候 都已經覺得 如果大個拍電影 都想拍這個 用香港人的角度 因為有太空站 是啊 我想如果 可能你們覺得 為什麼他會這樣想 我們這些年輕人 很喜歡做太空人 小時候 不知道你們這兩個 有否想過 我有畫過一些公仔 是說太空站的那些 那些 是 還有因為 為什麼會這樣說 其實這個 初初那時候 我們去找這個資料 還有 一說這件事件 那裡 因為我們最記得 是這件事件 這件事件 你有沒有心情查了資料 有 有 你有 Will交給你 我看回 原來 電影都說了一部份 是 那他就說了他一次 其實那一開場 說那個 預見那個事件 其實就是 現在就是 那位太空人 是 開場那個 那場的那個時刻 是 那段 如果跟他知道的話 那時候是1982年來的 現在說這部電影發生 那件事是早幾年的 因為他們在太空那裡 其實逗留很長的 是 當時這位 有份的 太空人 就是其中一位成員 他們最先有三個太空人 上去這個敬禮七號上面 其實他們已經見到一次 是 之後隔了一段時間 應該是1984年了 就再有三名太空人 再加入 因為那個太空艙的設計 已經是先進過 之前那些 可以同時擺兩隻太空船 就是接合過來的 所以 裡面的電影也有提及的 是 再加多一隻 就是第二隊的人加入了 加上有六個太空人 在第二次都見到同樣的樣子 這個知道顯示就是 這個叫做天使顯現的事件 就是在這件事裏面 而這個太空人 跟據電影這樣說 就是那次見完之後 就沒有再上太空人 所以變成一個叫做 原案 有一個 只是你會看到他們的反應 那兩個太空人 尤其是這個男主角的太空人 都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光 這個照片就是原裝版的 後來發佈出來的圖像 這個圖像 就是 他們看到 這種光體 是有生命的 有笑容 跟他打招呼的 好像有七個 有七個 是 他這個 裡面的那個 就是有很多很具體的細節 但你會發覺 電影 就是碰一碰 就是說 是真事 不過我不將這件事 變成我們這個故事的主題 這樣 何解 西方就已經搞大這件事了 是不是 因為這件事件 就是引發真的 當時我們這件事件 都是引發起太空人 看到外星人 這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證據 何解他會這樣收得這麼密 這些都其實很有趣 不過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深入 講到這個 星空浩劫的電影裡面 還有很多很有趣的戲劇元素 可以推介給大家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見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